妇婆姐姐的妈妈和我妈吵起来了 阿姨 我跟小儿挺好的 你放心吧 你看 原儿子姑娘 多好 哎 不像你妈 这么多年说话 还这么冲 嘿嘿嘿 你别在这里忽悠我女儿了 我告诉你 我说过不同意就是不同意 哎 你愿意同意不同意 儿子 儿媳妇 到时候你俩是个大胖外孙儿 哎 就不让他姥姥抱 你看他到处同意不同意 不是 妈 我俩还没结婚呢 不是 再说了 你这大半夜你咋来的 你不跟我说一声 我去接你这多危险呢 你咋的 你还开圆儿那辆车呀 我告诉你啊 赶快还给人家啊 别把柄受人家手里啊 不是 妈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 二手比亚离堂 才花了十多万 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比新车便宜八万多呢 真的特别还 哎呀 这么便宜 靠朋友 当然了 妈 瓜子是全货二手车大平台 每台电车都经过三天检测 照样有原厂自保 还能四开三天买一盒再买 阿姨 你身边要是有想买二手车电车的 赶紧让他们抓紧找瓜子查询底价吧 哎呀 我儿媳妇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放心了 不是 妈 我原事还没成呢 你怎么就我儿媳妇呢 你别说了行吗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我都来了 那事儿能不成吗 是不是 媳妇 阿姨 要你为了我一个小孩的事情担心了 你爸爸要来了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 哎 饭我吃过了 还叫什么阿姨呀 叫妈 该口钱我都给你带来 不是 妈 你现在这个时候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吗 这个气氛啊 哎哎哎 你别管 你已经不是孩子了 这么不懂事儿呢 我告诉你要 不许拿 妈 宁餐十桌庙不刻意装婚 我自己儿子我能不知道吗 他以后要是对原儿不好 我扒他提 你有啥担心的 啊 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是他们俩根本就不合适 现在两个人一上头要去结婚了 到时候热恋气一过 离婚了 你说说看 我们两家什么乡处 反正我告诉你 我就是不同意 你爱同意不同意 儿子 儿媳妇咱们仨一起走 让他自己攒着住 妈 你别添乱了 行吗 阿姨 咱家房钱挺多的 大晚上的 就在家住吧 不行 和他住我睡不着 你要住啊 你跟你儿子出去住 不要把圆圆带走 儿媳妇别管你妈 到时候他想换爱是不是 咱躲着 好好好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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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怕你们了 好不好 就在这儿住 decent啦 也认客气氏 感谢观看